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舞王 这是舞王 给你们加油 争取你们淘汰一个啊 我留下 太换玩了 怎么样 怎么样 对不起 看我吃狂 别人 看我吃狂 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因为慢慢就有歌虽然很熟悉 但是大家老师帮我做了一些更改 有些拍子是需要练习 我要落下来 在这里 对不起 很好 慢慢这个地方 好 再来一次 我特别感谢北京电视这次邀请我妹妹过来 对不起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用一个碟 用一个弹器 用一个弹器 我只是一个男孩 用一个男孩 用一个男孩 但什么我知道 用一个男孩 我 超的 大调王战略合作伙伴三元冰岛酸奶 让格生如超超超好喝的冰岛酸奶奔出 哈喽 大酱油 我第一个进来就碰见你 就是我这期是来大酱油的对吧 还有花呀 谢谢 这么多吃的 哈喽 哈喽 三点 好漂亮啊 三期了 还能坚持挺好现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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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感觉 三点 还有点 三妹妹 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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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啊有一个对手特别强大 我们两个人还认识 而且是网友 一会儿如果她真的来了 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们两个人到底谁帅 因为有很多网友都说我们两个人长得像 好 但是你要像着我 就是我不帅你也是我帅 好 他们不来咱们先吃吧 啊我可以吃这个黄瓜 可以吃啊吃吧 你俩聊得挺欢啊你俩聊的 哎呀 哈喽哈喽 我是宋仔俩 今天也算是网友第一次见面啊 对啊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呀 为什么你们是网友呢 我们俩之前有一次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朋友 然后他们就视频电话 正好我们在一块儿聊天 然后我就凑过来了 然后那次是第一次视频 你帮我看一下 我跟凯哥我们两个人谁帅 谁帅 谁帅 你说实话姐说实话谁帅 哈喽哈喽 到了 哎谢谢你救了我一命 今儿是不离唱歌比帅了吗我听到 你救了我一命 哈喽哈喽哈喽 欢迎 哈喽好久不见 终于回来了 嘿嘿嘿 对啊但是走了什么大家都出了 我的兄弟 你好 我的叫 文生 妹妹吧 你觉得呢 觉得就叫妹妹吧 哎可以 好不好可以可以可以 我把舞的啊 是吗我求舞的 哈哈哈哈 那我信了好了 请坐 就刚才我在进来的时候 我听文松一直在跟凯哥比脸 哎 哦就比帅 再来一次吧咱们 再来一次吧 哎你看我跟凯哥到底谁帅 就是你注意 你仔细看三秒 看我俩的眼神呢 就这个表情 谁帅 我觉得别难为大家了 我认输可以吗 认识认识 我认识 哎 我不行 我 我的脸皮没那么厚 我必须要赢 嗯 谁帅 你帅 你帅你帅 看了我一眼 你帅你帅 你帅你帅 今天我觉得演出的这个出场的顺序也很重要 咱们用一秒定格960个瞬间的三星S9手机来抽一下你们的出场顺序好不好 咱们先来抽取第一个 哎 文松 文松你第一个唱 看看第二个人会是谁 哎 金山 哈哈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第三个演唱的 王凯 凯哥 第三个 你也是 拿这一部手机看看第四个会是谁 我是我是我 我吧 就剩你们俩了 哎 那不是最后一个 那 菲尔 嗯 嗯 有请 半戒歌王 在参加主持的 李昆 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季北京卫视跨界歌王半决赛上半场的比赛现场我是李昆 欢迎大家 现在呢参加我们半决赛上半场的五位跨界歌手已经在屏幕的后边准备就绪了 来 响起掌声有请他们 欢迎参加主持王凯 刘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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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位 今天晚上的赛制非常的残酷 有两位选手会离开跨界歌王的舞台 跨界歌王半决赛将分成两场比赛每场五位跨界选手 每场比赛将分为两轮第一轮每一位跨界选手演唱完第一孔将会分别接受现场301位观众的投票票数排名第五位的跨界选手将会遗憾告别跨界歌王的舞台 最后其余的四位跨界选手将会展开第二轮个人演唱在四人表演全部完成后将会再一次统集接受现场301位观众的投票和点评嘉宾的投票 综合票数排名前三位的选手将会晋级总决赛晋级悬念即将揭晓 文总你那么凝重的看着我代表着什么 你为什么说淘汰的时候总看着我呢 你可以在现场跟大家说一说你要唱的是什么风格的歌曲 我唱的这首歌呢是摇滚风格 你穿了个皮衣来就是要当Rocker 对摇滚风格 适合你吗 适合呀就是我要滚了吗 要滚了吗 摇滚要滚 其实之前节目组一直在说服我说想让我跟之前不一样 让我选跳跃一点的曲风就比如说摇滚你可以吗 今天听到文松说完之后我终于知道这个摇滚的寓意了 还好我坚持住了 咱们能不能把摇滚这个话题先避开好不好 那我选摇滚那一期就拿了歌王 是吗 而且我也是唱第一个 那咱俩会不会相反的 你第一个唱然后得了第一 我第一个唱然后最后 老师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可能到你就不行 人家能赢不见得你能赢 我对吧 走了 走了 哦哦 菲儿准备的怎么样 就 爆炸呀 今天要炸 对要炸 这是炸成什么样就再说吧 金山呢 我准备被炸 我准备被炸 接下来今晚的比赛正式开始 今天首先要登场的是温松 欢迎温松 哈喽 哈喽 温松老师又见面了 加油加油加油啊 加油 这是我们为您加油的冰岛加油集项目 叫温松老师喜欢看自己要给您准备了 哦好厉害 来为您打嗑 谢谢 谢谢 马上要上场了 我们来一段冰岛围巾战虎 好 来一段冰岛 disput six 谢谢再这样灰岛围巾战虎 好嘞 刮吧 维松做好准备 请开始你的大秀 哎哟 要几分啊 哈哈 古哥 kana 回轮 老师 Mount 准备好了吗 她是忽然若冰霜 她让你谋不着方向 其实她的心里寂寞难道 总麻烦了梦想 有一天我们相遇 孤独的心被揪起 面对着她的疯狂 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 一段尴尬的承诺 我说你要做的什么 她突然指抱住我说 已经哭不了太多 因为我的爱赤裸裸 我的爱要赤裸裸 你不要让我再寂寞 抱入了内蒙真相 就几种防备抵抗 你可以给些温暖 也可以给个悲伤 没谁要恳求你 那根本就没有意义 你不必为谁压抑 只要你能够对得起自己 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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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莫恐怖的欢乐 我该做些什么浮宝 瞎说的说了 想做的做了 让泪水在前头等我一眼看 我的爱是落落 我的爱是落落 你不要让我再寂寞 我的爱是落落 我的爱是落落 你不要让我再寂寞 你不要让我再寂寞 我真的要特别真诚地跟你说 你的这个秀啊 因为有了我们欧哥汽车的广告 而且都高级了很多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欧哥这台车特别好 我的身高一米八三 一米一米八三 比凯哥呢多了一厘米 你不用想站起来 你站不站起来 我也比你多一厘米啊 我懂我懂 而且呢我坐到车里面呢 那个空间会特别地宽松 在车呢值得他在拥有 好 周慧大志姐哥本身赤裸裸 听完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场 很给劲 因为很荣幸赤裸裸这首歌 我自己也唱过 挺难唱的 哎你既然唱过的话 你们两个人现场对唱 哎但可不可以两个人颠覆一下 用民族或美声的唱法 我可以试一下 在上来就在唱啊 出奇不异啊 美声版本齐裸裸 一段尴尬的沉默 可以耶 我没有的是什么 忽然情报出我说 啊哈 已经哭不了太多 因为我的爱是流浪 我的爱是流浪 你还让我排行梦 我晋级了是吧老师 还没 谢谢梅梅 梅梅厉害 因为刚才这个版本啊 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震撼啊 但是就刚才 如果你单独的表演的部分的话 就整个的氛围表现得非常好 只有大概八个缺点左右 八个缺点左右 哈 八个 其实不多 我举两个就好了 第一个 我只听到你压着喉咙 在唱一段歌词 但是那个旋律是听不出来的 只有到了副歌的时候 我才听得出这个旋律的感觉 然后第二个你有没有看到你在唱歌的时候 其实我跟维维一直在打牌子 因为那个点没有跟上 因为这个东西啊 我听得不这么太清楚 对 我想到你是因为Ear Monitor的关系 对对 因为其实你在只剩下节奏 而没有那些Gitabass的在的时候 其实是很准的 你说雨国如果把这八点都说完 你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打包回家了 应该差不多了 但真的刚开始还没唱的时候 那灯光一打气氛一来 某一看真的很像个摇滚巨星 后来我再几次一看 嗯 是文宋 但是我告诉你 你唱摇滚是很危险 因为我们在座这一排啊 有很多都很有摇滚范 对 比如说凯威 比如说王凯 哎 你敢不敢现场跟他们一起合唱一段摇滚 来 掌声欢迎 哇 三个Rocker 你好 董事老师 哈哈哈哈 咱俩头靠着头看看在像不像 哎呦真的有点 哎呦真的有点 哎呦文宋 你不是说王凯就比你矮一公分吗 哇 哇 还不够王凯还不够 你坐下来好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今天真的重新认识你 我很多年前就认识文宋 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帅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帅 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帅 哎 那我跟凯哥到底谁帅 李帅 哈哈哈哈 说实话 但是你 对对对对对 凯哥是对凯哥是对 凯哥是对 那你们三个人要合唱什么 光辉岁月 跟着你俩一块唱 哈哈哈哈 他还牵着手 你们俩为什么要牵手啊 牵着手 哦 哈哈 我也不知道何时被牵起来了 哈哈 薪菇说 一字母一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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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我跟着你俩一块唱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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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准备好 音乐 衝星向起归家的信号 在他生命里 彷彿大点唏嘘 他是不是不卡他的意义 哦 耶 年月把拥有变作失去 一卷的双眼带着期望 更新既有残留的距禾 迎起荒废岁月 风雨中不甘既有 眼神经有彷徨的挣扎 即使脱带比未来 问谁又能走到 这个部分算加分题的吧 加分 加分 太好了 我在那边宣布 我晋级了是吧 老师 我在那边宣布了 那个王凯跟刘凯慧直接晋级了 那我说呢 谢谢太薇 谢谢王凯 谢谢 为什么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比赛场合 选了赤裸裸这个歌 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初恋 结婚了吗 送给初恋这个 初恋的就是我老婆 只谈过一次 那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 差点说漏嘴 因为现在老婆就在台侧 看她演唱 因为呢 我拍戏也好 录一些节目也好 不管我录到几点钟 我的老婆都会陪着我 哇 好辛苦啊 但也好幸福啊 我们把太太请上来 让大家认识一下她好不好 来 哇 好厉害 哇 文丽丽老师好 她还叫什么名字 刘美玉 王凯老师好 好配合 老公啊 文松你不要老笑 文松你不要老笑 当然我觉得王凯老师 这腿怎么转了一切呢 剧掉了 剧情需要 你们两个人认识多少年了 我十八岁 我二十 我今年三十三 十三年了 对对 我用五十个小时的时间 征服了她 你用五十个小时 得到了她的心 当时呢 我在陕西省宝鸡饰演出 她的家乡呢 是黑龙江省加姆斯 那个时候只有那个绿皮火车 特别慢 然后站了五十个小时 到的黑龙江加姆斯 挖了五十个小时 从火车见她一面 对 然后呢 还是站的 对 五一期间没有买到那个 没有卧铺 明白 然后第一眼 跟她见面的时候 我就是特别开心 一点都不觉得累 她的执着特别打动我 就是用诚意 对对 得到她的芳心 这五十个小时 没百花 值得了 值得了 对 征服了她 现在他们两个人 特别幸福啊 不仅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们还有个特别可爱的宝贝 从小白这么说 小白出白油本 当时耳朵是薯栏 还是萝卜 二生菜 网子烧椒 真可爱 爸爸 你参加世界一场 嘿 加油 嘿 儿子 爸让你失望了 给老公拉拉跳怎么样 这样吧 我们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唱过一首歌 因为爱情 好耶 你给我近一点 我不是王海 我不是王海 给你一张过去的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 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 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 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 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在哪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哪里 游荡 人来愿望 你爱情 你爱情 我爱情 哦 哦 沃人唱得好好啊 对啊 文松里的八个缺点已经没了 没了 因为你老婆把你cover过去了 哈哈 接下来就是我们全场的所有观众 要为文松投票的时间了 我们一起来看结果 不错 太美丽 太美丽 谢谢美丽 谢谢 谢谢一下 一 二